每年8月1号是原住民族日 凤林郑为了让乡亲感受到凤林郑公所对多元族群的重视 在原住民族日前夕特别定制制服 让所有职员可以一起为文化传承来经历 我穿族服 我骄傲 我说族与我荣耀 凤林郑虽然是客家大政 但是凤林郑长萧文龙特别重视各族群的文化传承 在原住民族日前夕特别让原住民职员身穿传统服饰来上班 让族人可以对自身的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荣耀感 8月1日是原住民日 我们全公所的同仁 大家都穿原住民的衣服 一起来庆祝原住民日 在这里我们很感谢我们政府 在1997年来把原住民证明为原住民族 过去日记时代有很多文雅的 名字我们都给他改过 所以我们很感谢原住民早期在我们台湾水块土地 先来这里开墾居住 所以我们对原住民相当重视 也很感谢原住民在我们平时生活里 大家都很融合很融洽 一起来为我们台湾努力加油 凤林镇有客家原住民汉族新住民 是多元文化共同融合的客家大政 在各自的文化认同中也给予彼此的尊重 在文化的融合度上凸显出凤林镇明在族群发展得以多元定进 所以原住民族的职员穿族服上班更是感觉荣耀 穿族服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荣耀 怎么说呢 在过去如果没有先贝们付出的争取到成为原住民纪念日的时候 我们没有机会穿着自己的服装来上班 那这一次特别高兴参与了原住民以推的工作当中 非常的荣耀能够穿族服 我想不只是只有当天穿原住民族服 在我们的丰年节庆里面也都可以穿 原住民防炸骰子刃 在1984年由三胞正名为原住民族 同时也开启了社会和谐的大门 借着这个原住民自己决定的名称作为摆脱污名的起点 经过多年的努力 逐渐让许多族群更了解原住民族证明的意义 我说主义我骄傲 我说主义我荣耀 八月一日原住民日 原住民三胞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